拉丁美洲地区新冠疫情持续加剧 尤其巴西单日新增病例再次刷新记录 前天暴增37,000宗病例 昨天保持增加3万宗以上 让巴西目前累计车诊病例接近96万宗 突破百万大关就是时间上的问题 而死亡人数也超过了4万5千人 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虽然说巴西因为检测数量少 实际的感染跟死亡人数可能远远超过官方数据 但巴西总统府却表示疫情已经得到控制 还说比起比利时西班牙还有英国等欧洲国家 巴西的死亡人数呢还是明显比较低 与此同时巴西各州各城市近日来也不顾疫情了 那逐步放宽限制措施重启当地经济活动 尽管巴西疫情依然严峻 不过当地第二大城市李约润利卢的各大商店 都已经开始重新营业 为了阻止病毒传播 商家在民众进入商店采购前 都会先为他们测量体温和喷洒消毒液 而民众则被要求戴上口罩和维持社交距离 确保其他消费者的安全 另一边乡拉丁美洲疫情第二严重的秘鲁 穷困人家成了疫情下冲击最大的一群 家属们因为财务能力有限 只能被迫将因为新冠肺炎离世的新人棺木 运送到首都利马较偏远的墓地进行埋葬 场面哀伤